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10月29日 今天是星期二 我們繼續來到星期二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香港事事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9月27日 我們最近觀察香港的一眾是藍梅 藍梅的氣氛相當詭異 以往的藍梅就是要在香港 的反對派之間 搞敵對關係 無風起浪 任何時刻都跟你說 我支持政府的 叫你 反對派就不要搞事 近日搞事的就變成了藍梅居多 正如我們上一節跟大家揭露 這個黨媒 亦都出來是說要揭露 外勞背後剝削的利益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揭露的 就是叫左人北上害人害己 相當之誇張 的說法 為甚麼是左人北上呢 左人北上 其實 這個想法由來已久 自從香港人 拒絕在香港本地消費 然後把他們的消費 變成回到中國內地 就出現了這個北上消費浪潮 然後有不同的親建制 的人渣正棍 人渣也有 正棍也有 又或者是人渣加正棍 這個最多 這些人不斷地 在這 是放風 說要叫香港政府 搞這個綠路離境稅 即是說他們想盡辦法 要收割香港人 亦都想制止 香港人離開 相當之無恥 一個正常的地方 如果你對自己的消費 是有 信心的話 根本不會用這樣的方法去限制的 因為這樣的做法就是等於 其實變相 是將本地居民 鎖在原頂的地方 要逼他們 在這裡消費的 在正常 民主社會 這件事很快 就會受到反對的 題外話 接下來也可以預計 就是英國的工黨肯定 都會遭受很大反彈 因為工黨沒有東西想做 只是想不斷地加稅 很正常 因為錢都被他們花光 話說 香港的這些親建制藍煤 忽然之間 撰寫文章 說左人北上 終會害自己的 裡面說甚麼呢 他說早前 歐盟 通過 是對中國大陸進口電動車 加徵關稅的 投票結果裏面 12個國家贊成 12個國家棄權 當中有5個國家反對 反對的理據 包括 德國汽車企業在內 原因是因為擔心 長期受到保護主義 使得 最終歐洲的汽車 喪失國際競爭力 好了 香港 的藍煤 引用這一點 說香港不可以是阻人北上的 到最終 香港就會失去競爭力 好了 將一連兩個問題 胡亂 生吞活剝 偷換概念 首先 歐盟的說法已經是錯誤的了 歐盟 那五個 投反對票的國家 他認為長遠來說 德國汽車 在國際喪失競爭力 就是因為不敢 正面接受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的挑戰 其實是傳錯的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根本就是國家補貼 的工具來的 你根本不是汽車工業 對 對方的汽車工業 而是你的汽車工業 面對著一個 是中共如此巨型的國家 所以 即使是大到好像 Benz 寶馬那樣的大型車廠 也沒有可能跟中國大陸的 國家機器競爭 所以 五個 反對的國家 其實說話很好笑 你為了保持競爭力 你容許給出籤的人繼續跟你比賽 你說很好笑 我就沒見過這樣 來維持競爭力的啦 你說維持競爭力絕對不是靠 是在 競爭場上容許有出籤的對手的 好了 說回香港 香港也是更加不相同的 根本香港 本地企業沒有競爭力 的原因 根本不是店舖自己本身 是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本身香港的租金 好了 如果你說要削弱香港 長遠來說 要太弱流強 其實 也是在說 是要減租的 如果到最終根本不減租 香港根本不會有競爭力 可以燃的 好了 現在香港 就是被唱死唱得最多的 就是中國內地人 中國內地人也不是刻意要唱你 而是他來到香港旅遊 是被香港的市面嚇倒的 我是遊客 來到看到周圍都是吉舖 誰都知道這個地方是相當蕭條的 不知道哪個沒腦的白痴業主 覺得整個吉舖沒問題的 更加有一些 白痴的博士 還在亂說 又說有錢沒辦法用的 索性就倒閉 基本上完全不知道說甚麼 這些簡直是 叫做何不吃肉味呀 現在大家沒有飯吃了 為甚麼不吃蛋糕呀 這些白痴邏輯居然現在在香港 是可以出現 連這樣的人都可以天天 在報章撰寫文章 你說這個地方有甚麼可能不墮落呀 這個地方 這樣 也有 國際競爭力呢 這個世界的國際 基本上真的全部玩完了 長遠來說你真的說太弱流強 麻煩餓死了這群藍絲才說 香港政府其實現在是醞釀著 是想推出政策 阻止香港人北上的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現在根本發現沒有任何辦法 挽留香港人 的消費力留在香港 不過我想說個秘密給你 就算你真的是 開征 是離境 的關稅 我告訴你 你只會引來更加巨大的一次性報復性消費 除非你索性 是限制香港人離開 這件事等於是封關來的 你這樣做 會直接刺激移民潮 繼續擴大 基本上 是兩面不是人 因為任何一個地方 都沒有可能制止外出消費 制止外出消費 根本 就是白癡的想法 你看看英國 英國的本地經濟 部分地方不算好 英國人非常喜歡出外旅行 他們 非常之喜歡 去 歐洲 例如西班牙 葡萄牙 還有塞浦路斯不用說了 塞浦路斯好像半個島都是英國人來的 我們當年看中這個塞浦路斯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在歐洲那麼多國家裏面 不算英國 那裏 算是英文水平相當高的地方 而當年 在歐洲 大家也沒有蠟燭之地的 只有塞浦路斯 是開放移民 而門檻是比較偏低 英國的出外消費相當誇張的 但是你總不能夠 是因為這樣 限制不讓人出境 如果你要限制不讓人出境 那些人會索性 是真的會不做英國人的 因為我們認識 很多英國人都這樣說 有些人真的對 英國的政策不滿 會搬離開英國的 所以你會發現 香港政府想出謀招 想制止 香港人出外消費 其實只會 是徒勞無功 現在我看到香港這些建制媒體相當之矛盾 他們 的立場矛盾 反映了他們內心世界的矛盾 還有 立場 和想法 還有 各種的推演 他們自己也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好了 一方面 這個方向步瘋狂進擊 又說現在餐飲業進入冰河時期 在等死的 天天都罵政府 好了 但是同一時間 又說你香港政府 想阻止人北上 是徒勞無功的 你會發現其實他兩天 說的話 是徹底矛盾的 很簡單 其實反映著 藍絲的內心世界 很開心 對付了反對派 拘捕了人坐牢 然後自己幻想經濟好的 經濟差 很想經濟好 但是又毫無辦法 而香港政府 他們更加沒有份選擇 於是天天唯有 在這 不知道做甚麼 相當 相當之矛盾 但又不敢說自己要離開 他們全部都發現現在 好像 好像 真的好像被人放進雪櫃一樣 是慢慢慢慢 溫度正在流失 好像在等死一樣 好 我們這節 和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 支持六部曲 還有記得 繼續運用 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這節暫時講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 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到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 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居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讓我們在一起 我們 presente的地方 我們現在進行來的 後面的風景 可以令燃有一個洞 突然有多了 大家提供 要是看來的 這是一個冰箱 所以我可以給我 有最期的 感谢观看